11点一到排队民众就已跑百米速度 往店内冲刺 第一站手冲化妆品专区 特惠组太秒杀 不少民众使出小孩站位 就是希望能多抢一点 枪头的场景也出现在家电楼层 热门清承器寄出85折 单日销量就飙破150台 笔电也打出限折5000 一天狂销100台不是问题 虽然不景气的影响 虽然现在抢买家电 还是周年庆的一大重点 不过现在民众通常只敢抢入本款 那也会先入手一些这些青色品 然后搭配全馆5千送500的活动 那去做一个购买 我用这个好了 好 谢谢您 周庆碰上大陆黄金周 路客大举进军百货跟进减便宜 甚至有自由行旅客 就锁定周年庆特地来台 抢快加上人多 也让台湾消费者新驾驾 已经花了很多了 大概多少 目前花了十几万吧 后面还没有买 昨天才一天 我们是因为这个周年庆 然后来这边可能价格比内地 要便宜个三分之一左右 会担心 他们令人还压力蛮大的 根据百货统计 路客搬货最爱首推化妆品面膜 价格便宜超过一半 成为主要锁定目标 另外保温瓶 名牌包 3C家电则因为选项相相对多 同样出现路客抢购潮 百货之年庆 首个周末假日 靠策略运用 加上路客加持 成功冲出业绩 记得董优俊宁都明出此引力 配讯人台北藏不到